YOW!我是YT 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Crewdrama Gaia 英雄勇將系列的這個figure 今次就是Crewdrama 25周年紀念第二彈出的作品 今次出的代表就是Crewdrama Gaia 超人Gaiia 今次這個figure就是超人Gaiia V2的Final Form的形態 肩盒來說非常有型 今次的動作也是用超人Gaiia的招牌動作 招牌姿勢 今次這個figure作為平成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 真的跳了超人Gaiia 為何要挑出Dina這個超人Gaiia呢 究竟推出這個figure的時候 究竟它的構思是怎樣呢 這個不得而知 難道是因為怕了某些某國家的玻璃心 所以不出這個超人Gaiia 是否因為某些原因呢 這個不得而知 都不說太多了 立刻開箱 開這個超人Gaiia這個figure 看看這個英雄勇將系列怎樣 有多漂亮 開了這個盒 裡面整個bubble 膠包著 然後一打開 比我想像中大一個Gaiia這個figure 跟以往英雄勇將系列的figure比 它的size都真的偏大了一點 還有呢 它真的跟著TV版的造型 TV版的造型 GaiiaV2這個form 是相當之肥的 而它呢 也跟著竹做很肥的那個 那個size 好 開一開個袋 看看裡面的figure怎樣 好 首先 先拿下一個figure本體 其實相當的牙齒 因為它的姿勢相當大 立刻看著 相當之肥 但是本身因為 它的這個form 重量是比原有的form 更重 所以正常會大份一點 和肥一點的感覺 好 然後拿著腳座的位置 先用一點暴力 OK 然後把Gaiia的腳套進去 好 先把它拖好一點 因為它這個台座的位置 應該安裝好它 是這樣安裝的 哎呀 完成 這個超人GaiiaV2的figure 就這樣組成完了 英雄勇將系列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景品擺設 不多 花巧不多 也不需要特別多的組裝 就是圓的figure 連著腳踏 把腳踏的膠位置 裝上去就是了 這個腳托的位置 看看整體 上色方面也不差 也是 歷代 這次的 Gaiia Timelight 這個Color Timer 感覺上沒有上次迪交的 亮色那麼多 那個亮顏色沒有那麼多 水晶的感覺 不太空頭 至於Gaiia的眼方面 OK的 都做到它要的眼的顏色 那 Gaiia本身的顏色 眼的顏色 真的偏白一點 至於其他方面 顏色 上色很分明 對 都做到很有皮肚的感覺 所以做得相當之美 整體上來說 後面的拉鏈接口位 做得很出的 做得很白的 哎呀 這個figure 看一看 一些上色的位置 都有少少少過界 那些金色的位置 都可能過了少少 吃了少少黑色的位置 黑色油的位置 那 不過這些少少瑕疵 那就算了 都不是我特別大的問題 那 整體上來說 這個英雄勇將系列figure 都做得不錯的 都叫做做 做工都很仔細 還有 那個figure的象徵度都做足 尤其是鼻肚的摺銀 都做足夠 還可以 向來 任何figure 上的金色油 都怕是一些黎黃色的油 顏色 但這次 真的用了比較亮的金色 都做得很好 英雄勇將系列 向來 所有figure 金色 或銀色的位置 都是比較亮的顏色 塑料 都做得非常漂亮 好 今次跟大家開啟英雄勇將系列 開到這麼多 接下來 街牙之後 希望官方 可以快點出帝拿的英雄勇將系列 老實說 據平成三部曲 出了迪家 街牙 沒理由欠帝拿 這個中街牙的位置 而且 因為現在 日本 正在播放 Cludorama Torriga 希望Torriga 都會出英雄勇將系列 就更加好 一個新的figur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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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brand 可以跟著出 Torriga都可以出齊三個方法 更加開心 更加正 好 今集跟大家開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以及Facebook 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 記得追蹤我的IG Instagram 大家記住了 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 我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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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中 下集中